中央电视台 值得一提的是,日本的球员三国美赛金,他在本届中国大赛的第一轮是战胜了中国的球员王林,进入到第二轮的 我们也知道王林他前一段时间是受到了伤病的困扰 对,他也在大赛赛 对,好像是膝关节 交叉人的断内 就经过了一段漫长的恢复,我觉得可能这段时间是王林比较,就是怎么说呢,需要他去 去咬紧牙关啊,去这个努力的去抗争的一段岁月 当运动员做过手术之后,恢复起来,相对来说确实很吃力 有时候,我可以说是力不从心,压力也大,然后自己也会很焦虑 因为你看着队友一直都在比赛,一直在为国生光,可是我还躺在病床上,那感觉是很痛苦的 现在屏幕上出现的是日本的球员三国美赛金 这是一个非常年轻的球员,他是90后91年出生的一位选手 三国美赛金是91年的9月4号出生,来自日本的石川县 身高不高,1米60的身高 这是王世贤,王世贤也是来自江苏,他是苏州的球员 王世贤是一个打法跑动非常凌巧的 王世贤,这一次遗憾的是没有代表中国参加轮动奥运会的比赛 对,当时其实我也挺,就按个人感情来说我也挺遗憾的 因为当时我也没想到他会去不了 但是应该说就是中国羽毛球队确实他是一个人才技技的一个整体啊 就是说无论是男单啊女单啊这个男双女双包括一些这个就是我们在各个项目上都有很强的人员储备 对很多,特别是女子 特别是女子,对没错 女单和女双这都是比较粗粗的 一直是中国最强的项目 对 所以这个运动员有时候就是要面临这样的考验啊 教练员可能也是在珍珠的时候他也会比较费脑机啊 到底派谁去不派谁去 其实水平都相差的不多 就看在比赛中的临场的变化 谢谢 awake 欢迎猜猜万 这个三宫美菜金呢 他是2010年在澳大利亚羽毛球公开赛当中呢 是获得了亚军 然后呢在2011年的4月 当时他在亚洲羽毛球锦销赛 从资格赛晋级以后 在首轮当中 他是2比0暴冷当时战胜了中国的球员汪斯 所以说还是具备了一定的实力的 日本的羽毛球也是算他们的强项 而且他们的运动品质也是比较顽强的 比赛开始 首先是由王世贤来发球 后场高远球 这个一上来可能对于场地的灯光啊 可能还需要适应一下 这是做个环衣服的是羽毛球的女子单打教练 对于是阳带您交点 好的 看到也是反拍勾了一个对角线 这个王世贤的打法呢 我们请韦杰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其实王世贤的打法主要是通过拉开突击 他通过他的跑动呢 然后的连贯性 拉开对方的距离之后 然后再创造他的进攻 其实我觉得他有一点像原来的公志潮 因为王世贤的他的步伐特别的轻巧 你看到在场上跑起来不是那么费劲 对对对 哦 运气球 这个推杀滚网以后 拖到对方的场地上 像女子单打项目主要是高厨很高的 所以高球要拉开对方的肤 所以说经常会看到两个选手对拉底线 然后多拍在底线这种对拉 刚才是三宫美赛金的反拍的一个挡网 这一分我们可以看到王世贤 他是想通过控制对方的往前来寻找机会 一开始比赛会不会用尽全力来 可以说是试探性的 三宫美赛金他也是今年游波杯日本队的主力成员 代表日本打了游波杯 然后在游波杯里面他帮助日本队是进入了四场 从他的打法来看还是挺成熟的 一上来可能都有场地的光光啊 包括风向啊 运动员都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 帮助日本出带的每个人都要有场地里的光尺 运动员都要有场地去 护士明的高射 有陈地的高射 有陈地的高射 在审美赛金的高射 在冲队的高射 有陈地的高射 有马尔的大选手 我们和吴贤鱼 有CuOS的大选手 对我们的两个女入 阿强东大 是大楼 大覆下方的大选顾 大选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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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世贤身高1米68,他也是比较年轻的一位球员,虽然是酒精沙场,但他其实年纪并不大。 1990年的2也很出生,但是算是成名比较早,对对对,因为他在他们这一批里面算是很突出的,我还记得原来带他去打世界青年紧摸赛,混合团体。 那是07年,他应该是07年试青赛,好像还比07年早,有些是加拿大。 当初我跟陈金带他们一起过去打了那个青年赛。 中国人要求女单的教练,穿红色衣服的是谭学华教练,黄色衣服是杨戴明教练。 杨戴明也是国家队,原来是二队女单组的主教练。 对对对,这球三宫美菜精英出现的失利。这是一个机会球,应该说,算是手上的球吧? 对对,有时候机会很好的时候,会很着急,想下分。 对,所以往往这种球就会容易失误。 好球。 哎呀,可惜了。 对对本这位选手,他的总的技术很全面。 很全面,对,我们看跑动能力也是比较强的。 而且呢,整个球感觉就是还是比较合理的。 这是一个停顿的放网,应该说机会已经出来了啊,往事前。 像日本他们也是,比赛参加比较多,可以说是比赛带领。 所以他们的成长的速度也会相对快很多。 嗯。 嗯。 这段时间我们可以看到王世权头顶区的这个对角线啊,这个失误还是偏多了。 嗯。 这场球,按前几分来看,还是比较艰难的一场球。 需要王世权更耐心一点。 没错。 嗯。 我现在感觉还是就是在下手的时候稍微有点着急。 嗯。 连续谈对方底线。 哦,这是一个反拍的一个挡网啊,我们可以看到啊。 哦。 日本球员呢,他们就是他们历来的传统就是这样。 场上呢,斗志比较顽强。 对。 而且跑动非常积极。 这个我们通常说就是比较能膜啊。 对。 他们。 其实他们的整体实力还是到最后来说,到最后,因为每个水平不一样。 所以说提高的程度就会有局限化。 所以说一直要出去多打比赛,然后跟前手提高好。 就像我们中国营业球队,水平都相差不一。 嗯。 在一起训练呢,提高就是。 非常快。 对,没错。 这是一个集团优势,就是我们说的那样。 是一个集团。 比如说你天天你跟王世贤训练,或者你跟这个李雪瑞训练啊。 对。 那这个对你的提高你的训练强度啊。 包括你的这个水平,自然而然呢就会就会比较好。 对。 因为你他们出的球的速度和球的弱点,你会在平常能力中感受不到。 嗯。 这是三公尾菜金啊。 一个。 我们看。 接杀。 对方杀中路。 我们看。 王世贤杀中路啊。 这球被对方。 挡了一个对角线。 这段时间我们看到王世贤的失误还是偏多了啊。 整个节奏打得稍微有点着急,不够耐心。 好。 好。 对方。 我们的优势方面。 2、3。 啊。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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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气球 其实往往两个水平差不多的选手之间 打的就是一种心理战术 11比9 三宫比赛金发球 后场高远球 直接下压 这球三宫比赛金出现了失误 压王世贤的头顶区 这球出了边线 这位选手的角度特别积极 对 一个机会都不放 嗯 没错 就感觉日本球员呢 他这一球员呢 刚刚的球路还比较合理 对 他都看到了 嗯 而且呢 很多过渡球的质量都是不错的 对 他一直给王世贤后场高手 所以就在等待着王世贤犯错误 着急地打下压 然后他重重得到反击的机会 没错 这种打法可以叫做反手反击 嗯 他的主动进攻能力 我们看到的球并不强 所以说他出球都先给高球 对 反手放网 王世贤挑起来 反拍过度 哦 这球差一点啊 这球也是有一个假动作的停顿 然后呢 正手呢 再往前勾对一点 角度稍微大了一点 其实当时 当时这位球放个网 其实效果也是一样的 只能他想 更快的得分 不想打多拍 所以这一下就是想放死对方的 对 我们看到 日本球员三公里赛金 这个步伐呀 确实是非常积极 我们看到他那个连贯啊 就是连贯的非常好 呃 王世贤还需要把速度再提高一点 再提高一点点 嗯 因为整场的速度来说 日本这边比他起走快 要快 没错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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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推调对方的头顶区 被对方抓到了 嗯 这个球这个推球 太平了太平了 没错 就是你的高度弧度不够 对 对 反倒是让对方呢 有机会呢 加快这一分的节奏 就是你自己呢 没有办法去回房到位 其实有着羽毛球 其实羽毛球的弧度很重要 很重要 对 你想拉开对方的距离 就跟高球一样的 一定要有他的弧度 你才能把对方拉开 嗯 这段时间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王世贤 这段时间还是失误看多了 对 对 对 在场上呢 打得比较着急 又是一个失误啊 就是面对日本选手三个美菜金 感觉事贤好像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 去突破越方的防守 现在跟日本选手党 你一定要更加有赖心 没错 我们看到日本选手这个防守反击啊 很完强 非常完强 非常完强 对 这是一个精彩的多拍 现在日本选手呢 抓住了王世贤 这段时期 失误比较多 逐渐的把分差拉开了 19比11嘛 王世贤又是一个正手批掉的一个新务 对 你跟日本选手打 除非你有一拍可以打死他 对 如果你没有这一拍 你就要比他还要劳心 比他还要积极 对 感觉这个球比较慢 偏慢一些 偏慢一些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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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局呢 我们看到王世贤的自身的失误还是比较多的 所以呢 面对着这个防守非常好的 而且呢在场上步伐非常积极的日本球员三股美蔡金呢 王世贤第一局没有发过出英勇的这个水准 打的有点太着急了 嗯 其实日本球员特别喜欢打比较慢的球 嗯 因为他们的身高 不高 啊 所以说慢球对他们来说了他们有积极的讨论 嗯 所以说他们喜欢打慢的球 嗯 这对他们对方出球的威胁性就会简单 嗯 嗯 现在已经是日本球员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啊 扣上高远球 压头顶 再压 这球就着急下压啊 所以这这满球对方的质量还是这一排球对方的质量还是不错 嗯 王世贤在头顶区有点着急下压 所以呢 球是出现了失误 这样的话呢 日本选手三股比赛今年21比13啊 先胜了第一局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会为您带来双方第二局的比赛 好 我们回到这个常州中国以毛球大师赛的比赛现场 嗯 继续为您转播王世贤对这日本球员三股美菜金双方第二局的比赛 那么第一局呢 我们先请那个韦吉给大家做一个点点什么呢 第一局王世贤主要是输在速度上 嗯 还有一个赖心赖心 赖心赖心 两个人的技术其实不相算大 嗯 第二局我觉得应该在整个速度上 他的耐心上最高 这样才能跟对方看起来 就速度上要加快 耐心上呢 要比第一局要打的 现在可以说的是 日本你的速度一直牵着 嗯 就不要跟着对方的节奏再打 对吧 对 因为你一直 你速度突破不了的话 你的球就是处于被动的状况 嗯 所以你要想拿主动的球 那你的速度一定要提升 嗯 这就是三个美赛金啊 杀上网 我们看 对 第一局赢了 嗯 就放开手脚 第二局放的会更高 嗯 因为他有第一局做保战 如果这局输的话 我们可以打第三局 这球王世贤好像在判断上 再看一下啊 这个比分啊 这球是确实出界了 反拍推调王世贤在这个头顶区啊 2比2 嗯 嗯 我们看到就是说第二局一开场呢 日本球员呢 放的比较快 现在他有了一些下压的这种进步 对 在第一局呢 他基本上都是拉开啊 就是拉高球 拉对方后场 对 拉对方后场 第二局呢 你现在看在现在他有了一些下压了啊 对 刚刚王世贤脚步没回到位 嗯 这个球王世贤可能判断上有一点问题啊 嗯 有可能这个管刚刚第一局日本日本选手拉后场多的原因 是因为这你这边应该是利风 就是风向上 风向上应该有一个判断 对 我是顺风还是利风 对 会有因为如果场场有空调的顺利风会很明显 对 所以说第二局大概日本选手是顺风 所以他增加了下压 嗯 canceled 嗯 谢谢 哇 你呢 我好 我悟识 ほ 你呢 是 咱 要 以前 3比4 王世贤第二局还落后一分 日本球员要求换一个球 王世贤已经抢到了往前的那个点 正手也是要推调对方头顶 这个点已经是预判到了 对 其实第二局开始 王世贤整个节奏上还是挺好的 控制都挺好的 这是一个手上的失误 有时候就是运动员可能要求的太高 你要放到这个点 好的 一般顺利风的程度来说 因为有人更喜欢第一局打利风 因为利风比较稳 顺风的话你会消耗很大的体力 因为你在移动的跑位上就要比利风还要多付出 这个确实是 因为逆风就是说 一上来运动员可能容易就比较紧 就是你一开始打逆风 你就发力一下 就多发泄力其实也问题不大 因为容易紧 所以一开场可能 我愿意多发泄力打一打 我觉得这个是一开场确实是 打逆风可能要更有力 因为逆风我可以力量用大也没关系 你可以结合推和放弯的结合 如果你打顺风的话 你不是很敢推球 所以不能拉开对方的距离 王世贤的这拍收掉是他的特点 这段时间我们可以看到 第二局开始以后 感觉王世贤通过控制对方的头顶区 现在逐渐的得到了一些机会 我们看到这几分球 都是通过控制三空北菜金的头顶 来获得了一些机会 后场高远球 这是王世贤的一个自身的失误 压对方底线 正手底线的时候 这球出界了 要求过高了 要求过高了 对 这个时候我觉得还是 要求先把球打到界内 先进场 可是有时在比赛中 不是那种情绪 不是控制的话 其实不会想得这么多 这也是运动员 一个领考的调整 对 当你到了赛场上 其实一切都靠虑自己 对 所以有时教练跟你定制 比如说战术 其实有时候 有时候你还是很难灌输进去 因为其实你事先已经 针对这个对手 已经制定好你的战术 压头顶 有机会 第二局我们可以看到 王世贤这个明显的战术 他通过控制对方的两底线 特别是控制对方头顶区 获得了一些进攻下压的机会 7比7 三国美赛金也有点着急 这一分投顶区 所以对角线回球还是有点勉强 太勉强了 他又怕回高球被对方抓住 对 所以选择了下压 对 王世贤终于把比分 现在是反超了 8比7 漂亮啊 看到这一分王世贤打得很耐心 而且落点打得很开 对吧 这个推球就外之后了 你心里会产生 就下一拍我就会少一点力 少一点力 你又怕被对方抓到 对 所以顺风的情况下 就是不是很不好掌握 这个东西 王世贤 王世贤把球挑起来 弹对方底线 哦 漂亮 这球三国美赛金 节奏上还是抓到了 连续下压 对 连续的下压 可能这个回 就这一分球 他还是抓到了这个球度 对于体能来说 连续的下压 消耗体能还是很快 对 嗯 一有时像王世贤 用就是等待这种状态 使得打乱对方的节奏 这也可以说是一种战术的手段 嗯 放王 好球 很可惜 这么没放过去 其实这个点已经是在王世贤手里头了 对 还是要求的太高 这个球其实放过去的 对方也会比较被动 因为你只要能放过往 对方也是相当被动 对对对 这个推球不好 这个弧度太低太平了 被对方抓到了 因为在顺风的时候 他的下压的速度会比一分快快 嗯 嗯 好球 再压头顶区 哎 可惜啊 就是连续的压对方的头顶区 但是最后呢还是自己啊 先失误了 而且前面有两拍很高质量的批调 嗯 一般女子的打法 她的吊球比我们男单会更好一些 嗯 她们的停顿和那种动作一致性 对 会更好 更好 对 因为她们的进攻力不强 嗯 就像你的杀球的力量其实并不是那么强 对她们是通过高球和批调得到的机会 对 反不如这个吊球的突然性 对对对 对对 王世贤呢 他是小时候是在这个苏州体校 然后呢 05年啊 应该是啊 进入到了国家二队 06年进入国家一队 嗯 他是一个很 嗯 在场上特别聪明的一个选手 对 嗯 嗯 9 6 他是8岁呢 开始学习打羽毛球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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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私线呢 做了一个界内的手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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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实是 对 对 正砸线的啊 日本的这个选手他的能力挺很强 从玩之前的披萨两边的来看的话 他几乎没有失误 所以羽毛球的腿部力量还是很重要 对 就是你还是要靠跑动 对 手法是一个方面 更重要的是你的脚下 对 跑动越积极的话 你拉球的主动性就越好 越强 这个正手快速的刹直线 还是对方拉球的质量不够 收掉 再压头顶 头顶区准备滑板批掉对角线 这球出现了失误 王世贤还是要打得更耐心一些 对 这个球 这个失误球他 没打准 有点着急 有点着急 没错 有点着急 被对方杀中路,杀了一个追身 我们说了三孤美赛金的,它是具备了一定的实力的 对于他刚刚换球 因为羽毛球打久了,他就偏慢了 然后对于他顺风的产地来说,他想打更快的球 因为对他的进攻,对他的杀球有帮助 我们说了三孤美赛金,去年的4月份 他在亚洲羽毛球锦标赛,先是从资格赛晋级 然后首轮他是2-0,暴冷战胜的中国的球员汪斯 他的单打的排名应该是29位了 这日本选手以后也是属于他们的很强的一个竞争队 没错,91年出生的球员 他的年纪很小 可是他的整个打法和整个能力的体现 已经到达了,其实跟我们差不了太多的血 加油!加油!加油! 二号场上是江西里人是南南三大海战 有游户军手、武艺 对游户军手、武艺 对游户军手、武艺 台湾人、新鸡 方水军汉人、江湖海村 而方后主席 Land Minos 不和你 海南 维生 江湖龙 海南 海南 盛民 海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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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方的变化,在抓对方的变化,谁都不想先变化。 12比15。 12比15。 球压对方的头顶区,对方这板球回球不到位。 对,然后王世贤抓住机会,这个正手的批掉落顶非常的尖。 对,这拍王世贤的正手批掉也是他常用的多分手。 对,算看压本领了。 对,对,因为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特产。 对,没错,我们看这板球速度非常快。 对,这一拍就不到位了。 中半拍球。 中半拍球吧。 中半拍拖啦。 , Wenieはすごいよ ! 今天王世贤的运气也不太好,几次滚网,网贷都不是很帮忙 日本选手其实一直给他的正拍,已经意识到他的正拍习惯性的出对角 所以也是看得比较紧,对,看得很紧 有时候你的特点其实会变成你的弱线,就是因为对方会去抓你的这拍球 好球 这是一个头顶区的直线,批杀直线,对,羽毛球的握拍也很重要 有的是一把抓,一把抓都握拍了,他很难变直线 其实到现在为止也有很多选手,他是一把握的,所以他只能打对角,变直线变不了 这是自己的十五官 有时候我们会给出的球会给到中路 让对方来分球 这样减少了距离 然后更好地去判断这排球的处理 特别是有风择产地 角度一大就容易失误 这一分王世贤的节奏还是加的比较快 这边选手其实这排球他也拿到了 只不过是没打过而已 这是日本球员三宫美菜军的一个师母啊 这也是一个手上的师母啊 对他其实如果他直接戳这排球的话就过了 他迈来一开停顿一下 对停顿一下 其实还不如动作更直接一点好 是吧 可是当一个动作成为习惯的时候呢 你就很难改变 特别是在打关键分的时候越简单越好 对你选择越多的话越容易出问题 嗯 肩内 这也是快速的压对方的头顶军啊 这球呲线是做了一个肩内的手势 这个比赛对于这个王世贤来说是到了最关键的时刻了 后场高远球 对方直接下压 下中路啊 突然间的这个下压 这个球不应该失误了 其实这这一拍的下压 对王世贤没有造成很大的威胁 嗯 王世贤反拍接杀准备放网 啊 王世贤反拍杀 这球回的不好 我们看到这个接鲨也是接到了半场球 给了一个半场球 给的过高 前面一拍接鲨是他想胆劲一点 所以说胆下完 再搓 压对方头顶 勾对脚 再压头顶区 今天王世贤的失误确实是比较多 手上的这种控制球 今天控制的不太好 我觉得还是有点急 现在是日本球员三公美赛金拿到了赛点 回放 压对方正手底线 批掉 这个头顶区批掉直线 对方正手底线 对方正手底线 大佛 对方正手底线 啊 是 有ется 好 真的 好 好球 出界了 这球太可惜了 其实机会已经是出来了 往前通过控制对方的往前 其实这一分已经是手上的球了 结果正手推调对方 这个投顶区底线的时候出现了失误 这样的话 日本的选手三国美菜金 就以大比分2比0 战胜了中国的球员王世贤 也算是抱了一个冷门 进入到了女单的第三轮 观众朋友们我们稍作休息 等一会我们继续为您现场直播 2012年的中国羽毛球大师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